谢谢你 灵芷 一地的河岸空园 小玉竟然把我想成了灵芷 大于玉童 你的大逆 有高益 寒还好 玫瑰小姐 顾老板的司机到了 在楼下等你 你请她稍等一下吧 我再找我的护照 你约了顾老板 需要带护照的吗 我要找护照 说不定用得上 她在故事影城等你 她要我去片场干什么 这个 我也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听说 她最近订机票 打算离开香港的事情 有 之前我听她说 想出国 坐 这是我亲自为你改的剧本 我觉得你应该把当下的情绪 投入到角色之中 就用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去演 导演那边 我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 他会好好地拍通告 不会让你有太大的压力 你让司机接我来 就是要我回片场拍戏 我不想看你再自暴自欺下去了 每天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你是时候该振作起来 重振自己的事业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我想你带我远走高飞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只是希望你振作 来 看镜头 三 二 一 开始 一个星期以后来取照片 好 玫瑰小姐 你能帮我签个名吗 我还以为你不看电影 不认识我 自从你当年得过亚洲影后 全香港有谁不认识你啊 我牢牢 我累了 我不想演戏了 我不想当明星了 年纪越大呀 经历越多 这句话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当年是你妈 拉着你来这里拍《沙龙罩》 那时候 说是你要选美 又说 要你去拍电影 你呢 就是和她作对 让着不要当明星 哪知道 您往那镜头跟前一站的时候 马上就兴奋了 流露出从心底里发出的微笑 从那时候啊 我就知道 你啊 是天生的好演员 所以 这副沙龙罩 我就一直 放在我的照相馆里面 记得日后 你会大红大紫 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 我开影楼几十年了 每个客人呢 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我全都记得一清二楚 其实啊 我一直在关注你 虽然 你的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 不幸的婚姻 母亲遇害 这些打击啊 你不要把它当成苦难 而是要把它当成 演戏的资本 将来在拍电影的时候啊 充分发挥 我依然相信 你呀 是属于电影的世界的 记住 只要不忘初衷 你一定可以在 尽头的世界里 找到 属于你的成就与快乐